隶属历经邮轮的七海水手号 原本13号上午要停靠花莲港 不过船只在花莲港口外却转向 而且没有开进花莲港 经过询问之后是因为阵风影响 船长决定要取消进港 这个状况也让在场要载游客的游览车司机 还有通关中心的异品店人员非常错愕 好不容易疫情趋缓国际邮轮旅游复苏 花莲港13号要欢喜迎接今年度第二艘游轮进港 没想到13号清晨看到游轮来了却没有靠近 甚至于是转向驶离花莲 经过花莲港公司询问 才知道是因为风浪太大不力靠拨 船长决定取消进港 临时取消主要是我们港口里面的风力 已经达到六到七级 跟船方讨论以后 船方决定就是取消进港的一个航次 我们规定是七级风 那有时候这个因为临时的阵风比较难预料 那有时候七级八级 那平均下来它是现在目前看起来是到六到七 刚好这个临界的一个点 那船方通常它刚才我讲的就是说 它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它考量这个安全就取消这个航次 这样的状况也让原本在陆地上要迎接游客的游览车司机和观光业者都非常失望 如果有船进来的话是一整天 一整天 然后就是它船起进来是我们东西在放这里 船只如果没有下来 没有带来观光客对你们的影响 对我们的影响就是少赚了很多钱 少赚了很多钱 13号上午花莲港区的风力大约是六到七级 船只没有进港 继续往北缓慢开到基隆港 但这样的状况也不是第一次 2014年也有船只在相同的月份进港前 因为风势因素取消进花莲港 介入会花莲港报导